春耕如期而至,村里家家户户的人都是有田地的,到了春耕的时候都需要全家出动。 不好了,那边打起来了,马上就要出人命了。 田野间,有人奔走疾呼着,在田里劳作的人都被惊动了。 怎么回事,怎么好端端的会打起来啊? 好些个人都停下自己手上的活儿,转身往打家的那边看去。 那边不是老松家以前的荒帝吗?后面好像是宋老五去了。 那块地好像是跟卢家的地连在一起的,宋老五游手好闲,卢家的那个也是差不多的混不吝,别使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吧。 不得不说,村民还是很敏锐的。 打起来的双方的确就是宋老五和卢家的那个,也就是卢皇室的丈夫。 比起卢皇室的丈夫卢斌,宋老五显然更勇猛一些。 没过多久,卢斌就已经被打得毫无还击之力了。 赶快别打了,他要说就让他说两句,你到时候把人打死了我怎么办? 拉不动人,宋老五的媳妇只能呜呜地哭了起来。 但是,再看那边卢斌的媳妇卢皇室,全程他好像就没有看到这边的打架一样,坐在那里。 或者说,他其实是希望卢斌被宋老五打死的,不然刚刚他也不会在一旁煽风点火了。 林茂峰被人找过来的时候,卢斌已经是满脸湿血,看不到原本的样子了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? 先来几个人,把他抬到李郎中那里去。 村民看着卢斌这个样子,也不敢耽误,生怕晚了就没命了。 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,急忙就把他往李郎中那边抬过去了。 只是没想到,卢皇室却依然站在原地,没准备动。 卢皇室,你这是什么意思? 自己的男人难不成还要别人照顾? 他自己要打架关我什么事,我要是去照顾他了,这地里的活谁帮我做? 看着天气,过两日就有雨了,我一个富岛人家又没个帮手,不抓紧点怎么把活干得完? 没有了这地里的收成,来年吃什么? 我可不像我们村里的其他人,每个月都有工钱的。 这话,认识谁都能听得出他满腔的怨气。 村里人没有一个是走什么后门去干活的,全都是自己勤快肯干,别人看得上。 你们家没有,你是不是要想想自己再去埋怨? 不管怎么说,卢宾都是你男人,现在出了事你就要去管。 我是不会去的,谁打的人谁去。 宋老五听到他这话,顿时又炸了。 贱人,你再说一句试试。 眼见着他又要冲上去,宋老五的媳妇连忙拉住他。 你长点脑子,别上当了。 听到消息连忙赶过来的宋老二家的媳妇,听到这话,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。 老五媳妇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二嫂,他们会打架都是因为这个贱人,先动手的也是卢宾。 我们为各位有人曾经 realizes我会打架路空орnh草~! 加率一定程式室变的有家客廊咶。 福可我们众旺路里各国和一家。 如果不是那么 shoulders该 ahí,我试试唯。 那不会是波路受циков的话。